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親愛的老師大家午安 非常溫暖的感覺 蠻好的 我希望各位這樣還在你的班級上 也會得到一樣的回憶 真的真的,這個需要稍微經營一下 我想早上幾位老師跟我們分享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key point是用你自己的熱忱造成學生的感動 所以老師其實常常是用所謂的身教 就是因為你自己移生作則的示範 讓學生看到這樣做或許是一個比較正確的方向 那我很喜歡跟學生講一句話 不能說很喜歡 我常常會跟學生分享一句話 我昨天跟各位分享過一個甘地的那句話 就是如果你希望看到世界有一個改變 你要先變成一個改變 另外一句話我常常跟學生分享 叫做菩薩為因眾生為果 就是雖然可能是個佛教用語 不過它的概念其實很簡單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種下的因 將來就會變成我們看到的果 所以各位將來上課的時候 希望各位的學生有回應嗎 有 感覺大概只有四分自己的希望 各位將來上課的時候 希望各位的學生有回應嗎 超希望 希望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我要認真的說 我們一定要用我們自己的行動來改變 才有可能改變學生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學生有回應的話 待會在整個 不管是演講的過程裡面 或是待會我們會有一段 也希望各位來討論問題的時間 我要麻煩各位要認真的思考這件事情 換一個角度這樣講 你希望你的學生將來來上課的時候是帶著問題來上課嗎 這個更少 這個比剛剛那個更少 真的我認真講這件事情 你希望你的學生來上課的時候是心中帶著問題來的嗎 希望 我感覺好像在傳教 但是早上也有老師講 這鄧老師說的就是這個 師者是傳道授業解惑 這真的是在傳道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希望你的學生也帶著問題來 我覺得我們常常自己要練習這件事情 所以待會也會有這個問題的時間 我要鼓勵各位 從現在開始就在想說 你今天來 接下來這個session是專門給心靜老師的 當然有些老師已經有教學了 但是我想針對新到台大 你可能還是對台大的整個系統 整個制度會有一些疑問 所以待會這個部分是專門針對心靜老師 我們請了三位到校不到五年內的老師 有比較新的老師 還沒忘記當年的掙扎 有啦 早上的老師其實也都會回顧 想當初我們是怎麼長大的 但是你知道這個二十三十四十年後 這個印象 人的記憶是傾向於美化事情的 所以當年的掙扎很容易就會 這個就是啊 雲淡風輕這樣子 所以我們找一些 這個剛掙扎過 有些還在掙扎 還在這個就是 剛新進台大沒有多久了 來跟各位老師分享 那麼在台大這個地方 他們目前的一些狀況 跟一些過去的經驗 那我們第一位請到 對不起 因為孔老師剛剛才非常辛苦的感受 我們稍微歡迎一下順序 所以我們先請那個 以南老師來跟大家分享 他這一段時間的這個心路歷程 我們掌聲歡迎 謝謝 謝謝 謝謝思維 大家好 那 那就是 新手上路喔 那 我提醒他們一定要 提醒我時間 不然我可能會講兩個小時 所以我們就直接開始 那 就是 好 就是這一張同影片我很喜歡 這個是 有一陣子在FB上面 就是 大量流傳的 就是 這應該是就是 我不知道 也許是某個助理教授 或是副教授寫的 然後 他可能 開始當這份工作之後 然後發覺就是 怎麼跟大家 就是台灣社會上面 對一個教授的想法 可能 也許我媽媽就是那樣想的 然後 就是 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就 他就 他就寫說 大學教授並不是像你想的那個樣子 然後 就是月入十萬以上 然後 他說最好是助理教授六萬多 然後 就是 為什麼 校的班還在研究室 然後 因為很多報告要寫 然後為什麼放暑假還在學校 那因為 對啊 就是大家 應該其實有感覺啦 可能你當研究生的時候就是這樣吧 有沒有放暑假對你根本沒什麼差別 那老師當然也是這個樣子 然後研究工作不是叫助理去做就好了 就是 可能真的有人會這樣覺得 那這個 對助理教授 副教授來講 可能都是 蠻好笑的一件事 然後 教授不是叫助理去上就好 教授怎麼會窮 不是有很多計畫可以接 那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這個投影片就對了 然後呢 他後面就是寫嘛 那 我就是 我剛開始看到這張投影片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的 那我覺得 shock的原因就是在於說 我覺得他講的 每一件事情都是對的 都是真的 然後 我如果是不是做這個職業的話 我看到我一定覺得 這份工作怎麼這麼爛啊 對啊 就是 然後 所以讓我覺得shock的就是說 為什麼 就是 我覺得他講的事情都是真的 但是我卻跟他有完全 180度的 就是不一樣的感覺 對 因為我開始做這一份工作之後 就是我覺得 這是全天下最好的工作 就是 我真的是覺得 感受到 我可能有一點誇張了 但是就是 很多部分的時候 這個是我真的感覺 就是說 我會覺得說 我怎麼 我怎麼有辦法來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真的是 真的是太讚了 那 原因就是在於說 前面他雖然講的那些事情 都是真的 但是問題是 我們會覺得一個東西好 或是壞 其實那個感覺 其實是非常personal的 就是 前面寫的那些事情 其實他 有很多我的工作裡面充滿的部分 他其實完全都沒有提到 對 那像這是一個例子 這個是一個 土木系的同學 他今年選擇去 他用 徒步環島 他用走的去環島 他總共花了42天 然後他中間走到高雄的時候 結果被車子抓 然後膝蓋還受傷 然後他只好 就回台北 又休息了好幾天 那我本來以為 大概就算了 他也許明年再試 還是怎麼樣 結果他膝蓋好 差不多的時候 他就回到他被撞的那個地方 然後繼續往後面走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影片好嗎 好 謝謝 那我們回到頭影片 那就是說 就是 當你開始成為一個老師的時候 就是 這個就是你會接觸到的人 然後 我覺得沒有多少職業是 就是 有辦法固定的 就是 一段時間你會接觸到一些 像這樣子的 一個生命 然後他的故事 然後 就是 有時候我上課上一上 然後就土木系 就是我們希望培養出 好一點的工程師 然後就是 有時候我會 上一上醫師 我就跟他們講一些 我聽到業界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之後你可能下課之後 你就會接到像 這個就是有學生Facebook傳給我 他說 就是老師今天聽你講完 我感觸蠻多的 我覺得我需要找人談一談 然後我想這個問題已經蠻久了 他是大一的學生 我上的是大一的課 那 他可能在想的就是說 他以後到底要幹嘛 他以後到底要幹嘛 對 那就是當你接受到這樣的一個request的時候 你會是什麼反應 然後 你會怎麼樣去處理這樣一件事情 對 那 這個就是 當一個老師會遇到 對 然後 對不起 然後就是 有一天我到辦公室 然後桌上就放了一張單子 然後他就說 你上個學期有一個導生被二一了 然後說 你就是 請就是注意一下這些狀況 因為二一如果再一次三一的話 他就要被退學嘛 所以就開始要去找那個導生來談一談 然後了解怎麼回事怎麼回事這樣子 然後有一天就是 我可能又 又進辦公室 又發覺另外一張單子 然後 然後就是 因為我們那個 戲辦小姐可能有我們的那個辦公室的 我們 他有時候來找不到人 他可以進來 然後東西放在那邊 對 所以我有時候每天早上去 我不知道我會發生什麼單子 這樣 就是有導生 有自我傷害的傾向 對 那各位如果以後有興趣的話 就是其實 學校他有一個自殺防治的 好像類似守護天使 或者是守門人的一個活動 那就是每個戲他都其實是希望 因為有學生的狀況 其實同學或是老師其實是最清楚的 然後就是如果你願意的話 學校其實也有提供一些 就是他們覺得就是 以他們比較專業的經驗就是說 怎麼樣是一個高危險群 或者是 就是 一些 例如說有的人 每次你開導生會 他們都不想來 類似 就有一些指標 然後就是 你可以去就是 參加他們的活動 他們會告訴 他們有些training這樣子 然後 就是每個戲其實都會有 那這個其實也 我後來去才發覺 其實蠻多老師其實都遇到這樣的情況 然後那個 那個應該是 就是 我忘記是 幸福中心還是誰 結果他就講說 其實老師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說 前幾天又有學生威脅要拿 島紙 就是衝進教室要砍人這樣子 就是老師其實隨時都暴露在危險當中 大家自己不知道 對 然後 然後或者是 有導生會跟我講說 老師 那個 就是 導生會好像應酬 他都不想來 就是 對 那 我覺得台大的導生制度很好 但是 不是應該說導生制度原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我不覺得他在台大有很好的被發揮這樣子 他變成像應酬 就是一件事情像應酬的時候 我不覺得他會有多大的功用 然後 這是我的一個學生 就是 就是 去年剛畢業 然後 就是 今年我們一起參加一個國際研討會 然後他就是 present他的碩士做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他一講完就是 就是那整間房間的 就是那些 這些人都是 知道他在講什麼的 那 就是他一講完 我覺得 大家就是一陣沈默 你知道 那種氣氛你就可以感覺到說 就是 大家其實都被他 折服那種感覺這樣子 然後我自己 博士班的老闆也參加了這一場 研討會 然後就是他就站在後面看 結果 研討會結束完之後 他就跑來跟我講說 You must be very proud 就是 因為就是 站在他旁邊的人就問說 這是哪裡來的博士 其實他只是碩士畢業而已 那 他就是 就是 上個月就飛到美國去了 那他走之前就 寫了一封信給我 他就說 就是 他說 他覺得跟我在一起工作這三年 他覺得有很大的改變 那 一開始他想要出國 但是 他不知道到底適不適合他 後來他就是去聽了一些演講 然後覺得說 嗯 因為他其實滿懷疑他自己的能力的 然後 呃 後來他決定 他覺得重新 本來要放棄後來又重新確立目標 現在他已經準備要離開台灣 踏上一片陌生的土地 感覺非常的不真實 在我的每一個決定中 老師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老師一直帶領著我 找到自己的能力所在 找到自己的興趣 對 那 就是 這個是我們可以給學生的一些影響 就是 那這些事情其實都沒有出現在 我寫的第一張投影片上面 那 但是他們是實際發生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天底下沒有 那麼多工作有提供給你這樣子的機會 對 那 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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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們大學生他什麼都還沒有學 然後 我們要怎麼樣去 呃 就是做這樣的一門課 那 這個課就是需要小班 所以我們把所有的班級拆成六班 然後 呃 我們總共有六位老師 然後總共有四位專任助教 跟 六位 呃 那個學生助教 然後一起來弄這樣的一門課 那這一門課的那個 我自己設定的Philosophy 就是我在教法中心聽到的一句話 就是從世維老師那邊聽到的 就是Tell me I forget Show me I remember Involved me I understand 就是我們一般傳統 現在學校上課的方式 其實就是把成困的知識都包裝好 然後直接丟到學生的臉上 他其實不覺得有什麼 好大驚小怪的 可是這每一個知識背後 可能都是多少年的掙扎 跟累積下來的結果 那個當初發現那件事情的人 他那個喜悅可能是永生難忘的 但是我們現在是相反過來 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一門課是大一 大一這一門課就是 如果我們可以讓他Involve他 那就是我們覺得 是可以讓他有比較深的一個 一個 對他所要學的這些知識的一個感動 那我自己給這門課設定了幾個Object 就是我覺得我為什麼要在大一做這一門課 一個就是Motivation 就是什麼樣的Motivation 就是給他為後面圖文系即將要來的大二大三 一大堆的專業科目 他想要去學的一個Motivation 那因為他們在修這門課的時候 我們實際叫他做一個模型 那他就要去決定說 這個模型的size到底要長什麼樣子 然後他要決定這個住多粗糧多深 然後要不要加那個寫稱這些東西 他們所問的每一個問題 全部都是非常實際的工程問題 都是一個工程師每天工作的時候在問的 那但是他們沒有任何工具去決定 他我們基本上是先讓他遇到問題 那我們的任務就是在旁邊提醒他說 你有沒有注意到你設計出來的東西 就是你怎麼決定 我會問他 然後他就說我憑直覺決定 大家都這樣回答 那我問他然後我就叫他看 你有沒有發覺你的直覺 跟隔壁那組的直覺完全不一樣 你的柱子這麼粗 隔壁那一個柱子這麼細這樣子 那然後我們就會提醒他說 他到大二大三的時候 他現在在問的這每一個問題 我們都會有一些課程 幫助他做出正確的決定 對 所以這門課裡面不去告訴他 什麼才是標準答案 而是我們是想要引起 還剩五分鐘 好 而是我們想要引起他的一個 學習的一個動機 第二個就是他們在這邊有很大的一個 運用到他們的creativity的一個機會 還有就是團隊合作 那他們一組裡面 四個人一組 三個人一組 有人就是不做事情 那怎麼辦 那這時候老師的角色 並不是跳出來跟他們講說 懲罰那個不做事的人 就是對我來講這一門課 我比較在意的是 我想要提醒他說 你有沒有看到就是 好你們這組發生這個情況 你們是怎麼處理的 因為你什麼都 就是你什麼都不做 自己把事情全部做完 也是一種處理方式 你報告老師 叫老師去懲罰那個人 也是一個處理方式 然後你你們大吵一架 也是一個處理方式 你是怎麼做的 那我的想法是 老師跟助教越晚出手越好 就是你要讓他有那個機會 去試著解決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身為 就是透過這樣的掘掘 所以他會不會覺得 他很想做一個工程師 就是一個身為土木人的一個 但是我把它放到最後 因為我覺得 他很可能經過之後 他覺得這不是他想要的 那我覺得也很好 對 那 所以我們去年做的時候 就是一個 請他們做一個 立體停車場 那我就虛構了一個故事 我先讓他們看 台灣的Tectonic 就是台灣基本上是 就是菲律賓板塊 OIR板塊擠壓的結果 所以這邊 這個板塊 每年還用7-11 7到11公分的速度 一直在擠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地震 那這是那個 921地震發生的時候 台北東興大了 就是 穿在中部的地震 台北的樓竟然倒了 那這個東西就是人火 那就是中間有一些問題 以前他沒有辦法做什麼 但是當他進來這個系之後 一切已經不一樣了 好 那就是 就是我就虛構一個 不是台大要蓋一個例子 這是根本沒這回事 然後就是 他很興奮的要去參加競標 然後他任務 他要組一個四人的團隊 這樣子 然後就是 學校的 對模型的尺寸有要求 然後就是 我們給他一些 阻擬器來一些小汽車什麼 就是他要能夠用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他做好的東西 我們要真的拿震動台去搖 然後就是 他還要展示說 他真的 因為停車塔他真的能夠停車這樣子 然後就是 我們把所有的課都 反正每個禮拜叫他做什麼 做什麼 做什麼 然後就是 他們就是真的 就是 你看那些小女生 他第一次在一個 那個旅板上面 鑽一個洞的時候 他簡直不敢相信 他做得了這件事情 然後就是 我們 他中間會有 那個 那個 就是他一步一步 就是說他剛開始出 出現的草稿 他要 他要 就是在其他隊面前 他打算這麼做 那因為每一組都在做一樣的東西 所以 別人就會問他 因為大家都遇到問題 別人就會問他說 那你那個地方為什麼那個樣子 你這樣可能會有問題 就互相 那個 公解這樣子 那 這個過程其實很好玩的 因為 我會想要做幾件事情 一個就是說 當他做完之後 然後 就是討論過 十分鐘過去 我就會上來 那我的任務 不是告訴他們說 怎樣做才是對 怎樣才是錯 而是我會問那個在Present的人 問他說 你有沒有發覺你剛Present的時候 同學都睡著了 或者是說你有沒有發覺 你Present的時候 就是 上一組的Present就是都睡著 但是你這一組 大家都很喜歡問問題 然後我會想要問那些 在底下聽的人 在過去這十分鐘裡面 你的狀態是什麼 你是當人家一Present的時候 你就充滿了各種想法 然後你很想要說出來 還是就是 當人家一Present 你就開始陷入 雲游不知道哪裡的狀態 重點不是哪一種才是對 哪一種才是錯 重點是 為什麼你會是那個樣子 現在你大一 你後面還有三年 就是 你是不是已經習慣 你所有的課 都是處於一種雲游的狀態 那你為什麼要花那十分鐘 你寶貴人生中 生命中的十分鐘 坐在那邊 就是讓自己處於那個 什麼都沒聽進去的狀態 重點不是 重點不是 這一件事情怎樣才是對 而重點是 你為什麼是那個樣子 然後你要不要繼續維持是那個樣子 就是 這個是我在這一門課其實很想做的 然後反正他們就開始 他們把他們一個3D的東西 擺到一張紙上面去 然後我們就開始去 把他放到那個水稻機去切割 切完之後他們要自己 開始把他們平面的東西組起來 然後 是不是你看這些女生在這邊做 然後大家就上震動台開始去搖 搖 然後就是原本是這樣子 後來他們重量 因為他們 如果可以 加越重的重量 然後搖越大的地震 他們分數會越高 所以他們本來開始只敢搖這樣 後來變成這樣 他們每組只有3次的機會 然後 我們就把他放上去搖 然後 當真的搖過去的時候 大家都很開心 很激動抱在一起這樣子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影片就好了 所以就是 大家都 如果 就是結構結果沒壞 就是大家都很開心 對 然後都抱在一起這樣 那 就是 好 謝謝 謝謝 就是 我們這門課總共有六個老師一起帶 因為如果是 如果是 一個老師帶的話 那個老師就會徹底被摧毀 然後 因為六個老師一起帶 其實大家互相幫忙 那 剛剛看到有一個陪導生去環導那個 他只陪了一兩天 但是那個老師也幫我們帶這門課 然後有時候學生要組裝 就是他會做到 晚上 就是 就是要加班做 然後 老師 因為 時間是不可以沒有老師 所以就是老師還會留下來 有時候我隔天去上班的時候 他們學生跟我講說 老師那個叉叉叉 最後晚上沒有回去睡覺 就是說 我其實蠻感動的 因為就是 我們並沒有要求老師這個樣子 那大家其實是自發的 那 其實當就是 我們也引拜一些其他後面進來的老師 一起來參與我們 那其實大家其實都蠻投入的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種彼此互相影響 對 那我後面其實本來還有一些東西 但是我已經用完我的時間 我們可以直接跳最後一場多一點 對 就是說 其實 我講的這些就是說 我覺得 你最後會變成 你想成為的那個老師 沒有什麼好講的 就是會變成那樣子 就是 因為你的每一個抉擇 就是 它都會影響你後來變成什麼樣子 然後你每一個抉擇就是你做的 然後 在這中間你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但是你會變成 你的決定之後的後果 所以你會變成你想要成為的那個老師 那 我覺得有各種可能 然後就是 所以我們每個人可能可以 其實 就是 新手上路 也許我們 所以應該問一下自己的問題 就是說 我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老師 對 OK 那謝謝大家 好 謝謝 以南老師的分享 對 完全 完全 印證的那個 菩薩為英 眾生為國 這句話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我覺得人生還滿公平的 在這個地方 就每個人只有24小時 這裡非常公平 大家都一樣 然後 你的想法 真的會決定 接下來你會變成怎樣的人 所以 我覺得 以南老師講得很好一件事 就是我覺得前面幾個例子 再一次的 就是 老師這個工作是 可以影響到人的 哇 這個是非常非常 你可以說是非常重大的責任 你可以說是這個工作最 rewarding 的地方 就是說 你真的想想二十年後 幫你的學生 回來告訴你說 我 當年 其實都不記得上課講過什麼 但是 你跟我講過一句話 我一直記得 那個是 很少有別的工作可以取代 那接下來我們請 醫工所的 劉子民老師 這個是 我們大學的同學 研究所也是同學 所以 劉老師他 本身除了在這個 醫工所任教之外 他也在創意創業學生這邊服務 我覺得學校其實蠻多年輕老師 非常熱心 在各個地方在服務的 那他最近 就去年嘛 對 獲得一個創業的 兩百萬的獎 對 他自己在 開門課 在跟學生一直 試圖要做一些 醫藥器材上面的創新 對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熱心的 那位老師 所以請他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最近這幾年的一些歷程 我們掌聲歡迎 好 謝謝大家 不過我等一下講的內容 可能沒有太多 大家有興趣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在私下交流 有關 其實我對學生教育也是蠻有興趣 但是 因為我自己是在醫工所 那醫工所比較特別 就是說 他們有大學部 我相信有些老師 現場是沒有大學 沒有大學生可以enjoy的 所以呢 我就換一個方式 就是我可能參與 譬如說我在剛進來的時候 就接科外活動組主任 大概做了大概兩年這樣子 那裡面就是所有的社團 就可以像這樣子 去體會這樣子 那怎麼樣引導學生去往一個 他理想的人生前進 應該就是我們做一個大學教 是一個很基本的一個責任 那所以呢 呃 呃 這個結束之後 我又參加創創 然後也是一樣就是 帶一些像project-based的課程 那那個過程當中 呃 是要訓練學生 怎麼樣去 定義問題 發現問題 然後解決問題 那這是一個 光是動機就不容易 以及引起動機之後 如何引導他們 做這樣的一個 具備這樣的一個所謂的 我們稱之下 這個就不是一個知識 就是一種技巧 我相信我們現在學校的教育 其實比較缺乏 就是教學生一些skills 那這些skills的缺乏 導致他們未來進入職場的時候 其實他們有時候難以面對的 不只是說解決問題這件事 而且怎麼面對人 怎麼跟人communicate 那過去可能以前我們在大學 都是因為有參加社團活動 或許inter-person的skills 有透過這個過程去train 但是現在大學生其實 我之前在當課外活動組的時候 就發現參與社團的比例 降得非常多 大概只剩下10% 很少 所以其實這個也暴露另外一個危機 就是他們可能就是一直在網路上 那他們以為他們有 達到一些這種人際互動的效果 但是實際上並沒有 不過剛才看這個 黃老師的這個 就是說透過課程可能 也許還可以再找回一些 他們沒有去參與社團 所失去的一些機會 那今天的這個部分 可能我會比較 接下來會比較著重在 剛才是比較 這個右腦的感性的部分 接下來我會比較偏 著腦的理性思考 就是說因為大家應該除了剛才 其實很多部分關於教學的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 那樣的感動以及想要投入的一個心情 但是投入之後你會發現一些 現實的狀況 那這個狀況可能從我自己的角度 我是感受比較深刻 因為我們研究所沒有大學部 那我們面對的學生 跟有大學部的系數 又稍微不大一樣 那我來跟大家做個分享一下 那首先當然還是回到我們的 這個富斯年校長講的 就是說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 貢獻這所大學的宇宙的精神 就是把我們自己 這個人其實是放空的 就是我們主要是要追求一些價值 那這個價值是什麼 跟剛才黃老師提醒的一樣 就是大家還是要去找到一個自我的定位 那在這個自我定位確認之後 其實接下來就在思考 會思考說我們的mission會是什麼 就是進來之後呢 這個組織會有一個他的任務 那之前可能是希望提升這個 學術研究的品質 所以有這個五年五百億的這個計畫 那也提升了教學的一些品質 那我們還是不外乎 希望能夠培育出這個社會下一代 希望能夠經營起這個國家的一個動量 那這樣倒回來看 我們現在的教育 應該要給予他們什麼樣的能力 那不只是知識而已 而是一種看事情的態度跟想法 那當然這個部分呢 任務其實時間也有限 所以你怎麼在有限的時間管理你的資源 跟時間去達成任務 然後達到一個自我實現的境界 那就有一些resource 那最近因為在參加很多創意創業的課程 我會稍微套用一些關於這種你去做商業活動 會需要思考的問題 就你有一個vision 你想要再開一家公司 我們每一個實驗室就會像一個小公司一樣 每一個人好像自己是一個小老闆 可是事實上你面對的是當然除了員工 學生現在已經有些已經是員工了 那你也面對同事 然後你也有其他去做學校的整個組織 所以你其實面對的是一個複雜系統 那在這個當中你有資源的幫 當然包括人的資源 還有你的空間設備的資源 那這裡面我列的一些 只是一些有點像checklist 大家可以一個一個去審視說 在你的身邊存不存在這些東西 當然有些東西不大可能說 你一進來什麼就都有 那可能需要經過一段時間去經營 這只是讓你放在心裡面知道說 未來如果能夠有這些resource 對於你的研究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milestone 譬如說空間 當然回來我相信每個老師應該都會有一個空間 只是因為每一個老師的研究性質不一樣 可能需要的空間資源不同 做模擬的跟做實驗的 他需要的空間的resource就不一樣 那也需要不同的儀器 那有些研究他需要一些大型對這種儀器的 幫忙 因為每一個老師不可能負擔 所以在一些環境 environment 我們學校其實也有很多研究中心 就是一級的學校研究中心 其實有一些歸重的設備 其實每個老師可以自己去思考 自己大概會落在哪一個中心 那基本上通常每個學院都會有一個 一級研究中心 那在裡面可能就會有一些設施 你可以試著去了解 那這個會對於你的研究 有時候會有幫助 因為這些資源就是像動物中心 你如果要自己養動物就很辛苦 但是如果學校有動物中心幫你養 那你就省掉很多行政上的一些 費心勞力的問題 那甚至一些像假設農的農學院的可能就是需要溫室 或者是一些作物的栽培的環境 那這種東西你也不可能自己去建 那當然台大空間環境有限了 所以在有限的資源之下 加上未來我們的資源也不是像過去一樣 過去可能國家是屬於投資學術的階段 那現在變得有點像收斂 那收斂的過程變成每一個小公司的 就要去思考自己在這個學校的定位 他怎麼樣找到一些所謂的夥伴 夥伴來一起做合作 因為不可能每一個人可以一個研究想法 假設跨領域的話 一定是要找到一個不同專長的人 針對同一個問題去進行自己的研究 那這個過程當然經費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就是在這個幾天當中也是碰到一些 心境教師也是跟他們討論說 那這個經費怎麼申請 其實他們也都很好奇這些事情 那當然有時候這個東西就是 當然我們目前台灣現在這個啟動經費 可能會根據每一個親近的人員 他的狀況有不同 那我知道有一些PI可能 他的方向是學校重點想要發展的方向 那他可能獲得比較多的資源 那如果你回來了這個 這個方向不一定是學校的一個重點方向 那可能啟動經費不一定有這麼充足 但是啟動經費不充足也有不充足的做法 你可能必須著眼說 你現在目前能夠開始先做的事情是什麼 那這是硬體設施的部分 我會這樣去考量 那人員呢 人員大概有一個完整的 最後如果是一個所謂的 Well-established lab 可能會有這些人員 但是在早期可能也許 每一個young faculty 不一定有這些完整的資源 那綜合來說這些就是 大家要注意到 怎麼樣逐漸地去分析到這些資源 那現實的困境 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因為我自己在這個過程 因為我有特別去思考說 我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那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做一些curve 譬如說其實最大的困難其實是在台灣 你會發現很多情形會 老師是叫學生去報仗 那這個在國外你一定看不到 那造成這個原因的最大的原因 是因為管理費 其實現在計畫的管理費 沒有高到說 學校的譬如說所辦 他可以聘一個行政去支援老師的核銷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我也有叫學生去幫忙做核銷 可是後來發生的trouble就是 他做事情上有困難 就是有些學生其實他做事情的能力是有問題的 那他就會造成會計的不高興 就是學校有行政 然後這個不高興就會反應到所辦 所辦又反應到你 所以會又談到你自己身上 那你會浪費很多時間的成本在處理 當然你也可以試這個是一個教育的過程 只是這就跟上課有那個收穫的感動 就有點落差會很大 大家會面對到這樣的一個情境 那不過這個沒有一定的答案 就是有的老師會選擇 就是說兩三個老師一起share那個 就是經費裡面share一個助理 那這個時候可能每個老師可以去找自己 可能比較接近的距離比較接近 性質也很接近的幾個老師 有的時候甚至是戲所有些老師其實還蠻kind的 就是他願意來協助新的young faculty 說我們就一起來變成一個小的 ecosystem 這樣然後可以share那個行政的load 行政助理沒有聘用的問題 這個行政助理還蠻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煩起來還是很煩 自信計劃單據不合 這個採購廠商可能出什麼trouble都有 那時候你要自己去怎麼處理 特別是一個大家可以去思考的 另外一個就是post doctor post doctor有一些像我是蠻幸運 我的學門我在生理計劃的時候 他後來有給我一個post doctor 但是後來因為funding的這個situation不是很好 我聽說那個時候整個學門 只有兩個post doctor quota可以給 所以一般型的計劃其實應該是越來越少 通常會給的話都是那種跨領域的計劃 或者是國家型的計劃 所以一開始如果沒有這個resource 當然我相信一開始因為其實也許自己就是 老師自己就是post doctor 可能還要先重新定位一下角色 就是因為你可能只有一個計劃 那一開始當然你要帶你的第一代的學生 大家一定開始會訓練你的所謂的第一批進來的學生 你的身教非常重要 那這時候其實你是需要自己下去做給他們看的 那其實所以第一round的時候呢 在執行第一次計劃其實不一定需要有這個東西 那只是說你當開始有第二第三個project expand你的scale 你開始就會需要有管理階層 就是要有一個降臨的level在幫你這樣子 這是post doctor 它的function 那初期的話可能心器教師可以先把自己定位成post doctor 又是老師 研究上是這樣子 那當然有一些專業研究助理的存在是 它跟post doctor 不一樣 它的function有點像 像我自己在做臨床研究有時候很煩 就是人體實驗輪委會有一堆文件 或者是動物實驗許可也有一堆文件 那些東西其實你叫post doctor 去做 有時候它也是覺得很煩 但是偏偏就是需要一個這種 但是它又不是做行政的 它是研究上的行政 或者是做一些簡單的樣品的前置準備的工作 有的時候其實像我去國外看到有technician technician 就是某種程度就是在協助這樣的事情 那學校裡面有technician support 我知道像有一些像機械系或者是 他們有他們的機械工廠或者是精工房 那這些物理系像就精工我裡的工廠 那他們本來的當初成立的mission就是 support這個研究室去處理一些比較偏manufacturer 就是說你要做出一些可以做研究的道具的時候的協助 那這些協助其實也一樣的問題就是說 學校越來越大的情形下 這些協助其實它不可能應付所有的 那就變成說你要回到頭來 你也是要去思考 這部分是外包呢 還是說找你的學生自己handmade 那找學生自己handmade 我的心情就是有些東西賣 就是學生就學不到 但是你叫學生做時間就會拉長 那當然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我試著讓學生去學的怎麼做 那這個過程其實你也在教他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有的時候也是一個 就是說專業助理剛開始沒有 也有他的做法 那剛開始的時候可能就是 有些東西可以現成可以買 但是要花錢 那沒有的話就是透過一個project的概念 把它變成學生可以成長的一個機會這樣子 那我自己以前當研究生其實也有一種感覺就是 我們會比較像期待 就是說老師對學生的期待 通常是期待博士班學生像Post Doctor 然後期待碩士班學生像PhD Student 期待大學生像Master 所以我們有一點是滿期待很高的 就是說當然這種情況下如果學生 我們太大學生很厲害 所以滿足某些期待是OK的 但是後來就是當大學越來越多 後來會發現說這個碩士班跟博士班 比較好像不能滿足我們這種期待 就是不realistic 已經不是在很很… 就是說因為碩士班畢竟還是在學習的階段 他們不是專業的 所以有時候我本來我逐漸是會調適自己的心態 就是說他們畢竟還是在learning 所以很多事情還是你要去告訴他怎麼做 不像是可以… 就像一個Post Doctor好像馬上就可以上戰場 你需要大概讓他有一個learning curve 學習的一個時間 那當然還有一個部分 有些實驗師會有專題研究生 那這些研究生有時候可能是未來 會有興趣進你實驗室的 所以說這個也是一個可以去經營的 不過像我們所是獨立所沒有大學部 所以這部分比較沒有辦法 那設施的問題其實… 我相信不同領域會不大一樣 就是說空間的問題 像有些我知道文學院其實 老師做研究滿缺乏空間 所以才會要蓋這個人文大樓 那他們之前就是可能兩三個老師就擠在一個研究室裡面 變成老師跟學生討論會影響到另外一個老師 所以其實那樣的情形是… 是很不好的 那所以… 學校也在這方面慢慢就是透過… 這個… 年500億的經費去改善這個空間的問題 另外當然是一些maintain 就是貴重儀器的維護 那我是覺得我們台灣in general 就是在投資這個… 不管是建築物的投資 其實都比較缺乏經營管理的概念 會變成說我買了一個設備 很久以後它就慢慢沒有calibrate 沒有人去maintain 就變得不能用 所以常常會看到很多情形 有很多lab其實一個很大的設備 本來是實驗室 但是沒有人會用 為什麼會用的學生畢業了 那像國外應該都是會有一個專門的technician 去maintain這個重要的設備 並且發揮它… 充分發揮它的資源 去服務學校裡面想做研究的人 那這個問題其實是蠻困難的一個問題 有的時候會導致說 你寫計畫說我要這個設備 他就說你學校已經有了 在哪裡 一去看沒有人maintain壞掉了 所以有時候會有這樣的挫折 那所以變成說缺乏maintain的概念 變成說很多成本會回歸到你自己 研究室自己要去想辦法 這個時候也是你會想到一些沒有辦法的辦法 就譬如說可能幾個也是一樣 幾個老師一起去養這個設備 然後大家去assign一個管理 就是研究生來管理 那這個也是一樣 把這個非專業的人 當成專業的人去運用 那這時候當然就很多risk 風險 這個風險就是這個如果新來的研究生 就是他就是不到位 沒有辦法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還是會面臨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在做研究 像我們這種特別要做一些硬體 試機的動手操作實驗的lab 就會發生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動物中心當然目前的情形是 總區是比較分散的 那我在醫學院是 醫學院有一個比較centralized animal center 所以有些研究會比較方便進行 那總區變成你要去找不同的系所 可能有他自己的animal center 那你要去使用一樣 就是可能也需要有學生去幫忙管理 或者你要付一些營運費用 那總區就比較這個部分就稍微沒有一個中心來服務 那這個剛才經費的問題其實也都大概談過了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歡迎大家來到地獄裡面 就是你用左腦去思考這個事情 你就會覺得是地獄 你用右腦 剛才這個黃老師 你想到可愛的學生就會覺得 我還是有價值 用左腦思考 我要做研究這件事情怎麼辦 不過六七年下來總算還是走過來 就是你總是會找到一些方法 還是可以繞得過去 那像現在我的做法就是說 我可能可以去找比較established的教授合作 那established教授可能有很多 他面臨的問題是這樣 他有很多設備 但是他沒有人來幫他 所以你如果願意去跟他一起co-work 用他的資源 他可能可以給你一些resource 包括譬如說像剛才講的post doctor 他可能就願意assign一個 來跟你做合作 那你就等於隱形地得到了一個post doctor 那專任助理 我現在是漸漸轉向做一些產業學合作的研究 就是怎麼樣把這個工程技術應用在業界 那這個過程其實你也會學到怎麼 因為其實你實際的跟業界合作之後 你實際有一些產書 這個過程你也會讓學生訓練到一些 怎麼就業的一些技巧 所以這些是overall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一個層面 謝謝大家 我們接下來 最會的這個session的最會的speaker是 廣東一杰老師 他是三年 就是到學校三年的時間 他在資管系這邊服務 然後教學的表現非常非常結束 他基本上也是學校的 翻轉教室的重要推手之一 對不對 那我們就掌聲歡迎彭老師 謝謝 好 好 各位老師大家好 那很開心可以來跟大家分享 這些這個一點自己的小心得這樣子 其實講起來蠻不好意思的 因為我很菜嘛 然後我教書之前沒有任何其他的經歷 也沒有在任何其他的學校待過 對啊 所以在場很多老師都比我資深 或者是教學的經驗也必多豐富之類的 所以分享什麼的就是有一點 魯班門前弄大夫 對 但是anyway 反正就是一點經驗分享 大家聽的有一點幫助的話也好 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大家就當作是休息嘛 下午總是有時間要睡一下覺這樣子 對啊 然後 剛剛發現被排到第三位啊 那覺得挺好的就休息一下 後來發現是有很巧妙的安排 因為剛剛兩位老師 黃老師跟那個任老師啊 一位是跟大家用左腦分享 一位是用右腦分享 那我就是一個無腦的分享 對啊 挺腦殘的 不過有時候想想好像也沒錯 因為我只是講講而已 大家不要回去真的看我的那個網站跟CV 我回台大三年其實沒有什麼研究成果 有時候都很緊張 就是上了什麼PET啊網路論壇之類的 都很怕有一天會被相互 拿出來戰說這個國立大學的教授 都沒有在做研究什麼什麼之類的 其實有時候蠻緊張的 對啊 但anyway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順便講一下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發生 好 所以我這碗系 然後現在是助理教授 那我叫彭定傑 大部分人看到名字會問 是不是孔子的後代之類的 反正照著排第76代啦 但是不是什麼什麼敵傳之類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覺得很興奮 好的 我主要是想要跟大家講 就是我來到台大 或者說我開始當一個專任教師以後 遇到的各種衝擊 衝擊就是shock 就是我一開始沒想到是這樣子的事情 這樣子 那很快的講一下 我當年就在我們這個系念書 然後後來去Berkeley是念工業工程與作業研究 不過本質上是差不多的 資管系啊 它是資訊管理嘛 它在管理學院 它是管理學院裡面最像理工科的一個系 那後來就去念工業工程 工業工程的話 基本上就是工學院裡面最像管理學院的系 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當小老鼠啊 大家就是踐踏我們 然後到工學院以後 就是去旁邊就對了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吧 好 所以就培養出我堅毅不拔的性格 應該是這樣子吧 那後來就開始當助理教授 然後我們在管理學院 我們在管理學院就跟大家宣傳一下 我們在管理學院 我們不是在電子 這樣子 好的 這樣講的重點不是我不喜歡電子 其實我們很多人都覺得 要是我們被併進電子學院的話 說不定挺好的 這樣子 然後我們跟電子其實有很多的交流 只是我當年自己聯考考上的時候 也不知道他在管理學院 然後就收到繳費單 電子便宜三千塊啊 感覺挺好的 後來就繼續念 好 我在 那開始教書前啊 有一些當助教的經驗 比如說我在資管所的時候 就當助教 就是改改作業 上上實習課 教教大家 用Excel那一類的 簡單 那後來到Berkeley的以後呢 Berkeley是一個蠻 囂張的學校 他們宣稱自己的助教 叫做 Graduate Student Instructor 那就不叫TA Anyway 就是助教啦 然後就教課 那那個課的確是要上台教的 然後教了幾次 然後 一開始也挺緊張的 英文也不是很好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 結果每次評鑑超高分 他有誤以為自己應該是有很好的老師 然後對未來充滿期待之類的 後來就發現不是 其實是 這好像有錄影 Anyway 就是 Anyway 就是我的授課老師 他如果教的沒有很好的話 大家就會覺得助教教的很棒 當然就是這種感覺 對啊 我絕對不是在說 我的那個授課老師教的不好 他教的很好 很好 OK 好啦 那所以呢 後來就差不多快畢業了 想說 我們很多同學都進學界 對不起 很多同學都進業界 那我們就想說 那我到底要幹嘛 但是呢 我覺得我喜歡教書 就我喜歡教書 對 上台講課給大家聽 所以我就覺得 那我想要來進學界 後來就挺順利的 就是運氣一切都很好 不枉費我吃素十幾年 對 我就回來 我母系就開始教書 好 開始教書以後啊 嗯 開始發現一些事情 首先第一個就是 哦 出乎不料也可比 想像中的難教很多呢 結果在Berkeley的時候啊 我英文也不太會啊 教人家東西也挺難的 教每次評鑑都是5分得到4.9 之類的 對 然後回來以後就發現 課不料很難教 然後除了剛剛那個體悟以外 對啊 那當然也是發現就是 嗯 一方面就是 你時間不太夠 然後你要教課很多 這後面也會講到 然後呢 現在的同學們 雖然跟我們可能只差10年左右 但是 10年也是一個 generation 他們也是有 跟以前有很大的不一樣 然後就 覺得很簡單的東西他們不會 對 那這個顯然不是他們的錯 應該是我的錯 因為我們都學了某個東西 5年10年了 總覺得他好像 至少 就算不簡單至少 也覺得挺熟的 但同學們都是第一次學嘛 所以一開始總是要 調整一下這個差距 總之就是 回來教比如說 教大學部的基礎課 覺得這東西好簡單 但其實他們都是第一次學的 偶爾還是要 調整一下 回想一下自己 當年第一次學這個課的心情 對 嗯 這個東西是有這個問題 然後呢 回來以後 第二個發現就是 哇 每個學期都在開新的課 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記得 快畢業前 老師們 或者是那種 你去外面聽演講 他們都說 新年教師啊 你以後也不要太擔心啊 現在國際上的潮流 就是 減終點 減免授課 給你們課 讓你開10年 之類的 就 三號就不是 所以後來就 教統計 統計也不是我真的要教的 就我Berkeley 對我台大指導教授 他剛好要休假 他說 林杰啊 回來這時候呢 來 這個課交給你 後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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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鎖另外一個 當年滿照顧的老師 他也要休假 大家都很喜歡休假 好 然後 後來有一天 就被管院 禮聘 去 教 GMBA GMBA 就是Global MBA Anyway 就是一個 氣管措施 然後呢 後來又帶一些別的課啊 然後呢 又推廣部等等的 就是每一個學期 就是一直有新的課冒出來 然後你完全沒有預料到 這種事情會發生 就是每一個學期 又來準備一套新教材 又來準備一套新教材 然後 與這個東西很相關 就是我發現我每一年 都在改變教學的方法 就是 即使是同一門課 也是這個樣子 這可能是我所有 shock的地方之中 最shock 因為我第一年回來的時候 就想說 嗯嗯嗯 我這個人就是喜歡教書 所以我要把書教好 所以我要好好備課 which is fine 然後我就很努力的備課 然後備完了 我就想說啊 雖然蠻辛苦的 不過備下去可以用十年的 那努力一點也是應該的吧 對啊 結果就不思 就不思 第一次教我啦 我第一次教的時候 總是塞太多東西給同學們了 那 在座有一些人 有一些老師們 可能 即將像我一樣 第一次教書 也有一些老師應該教過 但是只是新來台大 那 假設第一次教的 真的 就是 嗯 怎麼講 各位都要進台大教書 人中榮鳳啊 同學們的資質沒有你們想像的好的 對 對啊 所以 嗯 怎麼說的呢 就是 就是你千萬不要第一次就想要教很多東西給他們 不是不行 你可以 發現他們願意學很多了以後 再往上加 對你比較輕鬆啦 你如果一開始準備很多 後來逐年底用不到 挺浪費時間的 真的 好 然後 即使是同一個material 你每教一次就會想要改進 根據上課的時候的感覺 同學們的feedback 或者是你自己發現可以改進的地方 這個都很正常 同一套教材你前兩三年一定會一直改 然後 或是比如說 過程中你可能會接觸到新的教學方法 像比如說 我們就做翻轉教師 那 因為做了翻轉教師 前一年準備的教材 又BRAD 全部都從改裡面 之類的 對啊 你可能就會在學校裡走動的時候 忽然就遇到你的那個 劈頭散髮的男子 就跟你說 欸 定姐啊 你知道嗎 聽說國外最近有一種嶄新的教學方法 叫做翻轉教師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對 不過呢 教下去當然是挺好的 我這個重點只是說 你可能會接觸到新的教學方法 因為科技 演進的速度越來越快 然後國際間的交流越來越快 或者說是台大越來越重視教學等等 你有很多的機會 會一直遇到新的教學方法 所以這幾件事情都令我滿吃驚的 那一個出乎意料的地方就是 每年交新的課 每年一直改教材 每年一直發現課很難教 但是即使自己覺得課很難教 就是自己感覺教得不好的時候 同學們給你的評價通常都高於你的想像 對我來說啦 對 那 怎麼說呢 就是 他們通常都 讚美你的教學 某方面 然後 他們 雖然討厭你給他們很低的分數 但是 他不一定 通常不會因此降低對你的評價 就是 看人 看客 但你如果給分挺嚴格的 一般人對你的印象就是挺好的 就是 他心裡討厭你 但是他會覺得你好像是個好老師 這樣子 對 然後 我後來也漸漸了解 這個 我們的這個教學評鑑 不是都有那個什麼四點幾啊 三點幾的那個分數嗎 同學們請問要填問卷嗎 那個問卷設計也對老師們非常的有利啊 就是 題目大概分為兩類 一類是 這個課教得好不好 那這類的分數通常都挺低的 就是什麼 課程時間運用恰當 那可能就蠻低分 然後什麼進度掌握良好 蠻低分 上課使用正確的教學方式 蠻低分 但是也有另外一類就是 分數通常都挺高的 就是 這個老師好不好 比如說 這個老師有沒有良好的知識 一般來說都很高分 然後這個老師有沒有教學熱忱 一般來說蠻高分 後來我想想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你只要一副很認真的樣子 他們就會覺得你蠻熱忱 這個是認真 這是認真 就是 你只要自己覺得自己認真 同學們通常都會覺得你很認真 一部分的理由就是 他們拿自己的情緒投射在老師身上 但大學生大多又不是很認真 所以 他們就會覺得 這個老師挺認真的 這是一個 然後 第二個就是 不論你教得好不好 一般來說你的知識遠超過一般的大學生 對啊 所以那一題 就是那一題就是什麼 教師具有良好的專業知識 通常都很高分 然後你教得越爛越高分 他們就會覺得他們都聽不懂 一定就是 這東西很高深之類的 對啊 所以上上下平均一下 其實分數不會太難看 但是這當然不是重點啦 重點就是呢 你去看之後你就會看到教學品見啊 同學們就會留下意見啊什麼的 最理想的情況就是 他說你教得很好 對他充滿收穫 那很棒 差一點 不是差一點 就是 另一群人他們會寫說 嗯 老師你很認真 那 嗯 他 意思就是你教得不好的意思 對 他說你教得很認真 好 那再差一點就是他說 嗯 謝謝老師你辛苦了 哈哈哈 對 那在以下的人 他們才會開始試著跟你說 老師你這個期中考不對啊 我們這個進度不合啊 然後你這個上課講的聽不懂啊 英文太爛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對 就是同學們都很nice 所以這個有好有壞啊 好處就是 嗯 有時候你覺得自己教很爛 但是你可以平復一下自己的心情 就挺好的 那也有的時候就是 你就沉醉在同學們的這些 假意的恭維裡面 他們只是不想要頂破你而已 對啊 所以 然後 然後尤其是你跟比如說 倒生吃飯的時候 你就問他們說 欸 你覺得我的課怎麼樣啊 什麼的 他們絕對不會跟你說死 對啊 所以他們都會說 你教不錯啊 我說老師你很認真啊 他們就是 顧左右而言他 所以你也不要相信他們 好 然後 衝擊舞就是發現 長官們都會希望你好好教書 這個有點意外 我本來回來一直起來 就想說 我們這個 國際上的氛圍 就是大家寫paper 沖論文之類的 所以應該校園裡 就是充滿了研究的氣息吧 對 就是好像沒有 然後 但是長官們倒是一直都跟你說 要好好教書 比如說我們在管院 管院這個生態跟大部分的院都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特別的重視教學 反過來說就是 我們比較不重視研究 對 然後呢 因為你的長官就一直跟你說 好好教書 學碩博啦 然後推廣部啦 GMBA EMBA PMBA EINBA 各式各樣的MBA 對 然後還有什麼 高階管理專班啦 設計學院等等 然後他們 這件事情倒是挺好的 他們會一直派老師去 MIT Harvard Stanford等等一流名校 不包含Berkeley的一流名校 進修 對 然後 反正學校他們決定了 我也沒有辦法 但是他們確實會花錢送老師去國外 上他們MBA的課 上他們的個案寫作的課等等 希望打造你成為一個好的老師 成為院的資產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就是貢獻國家社會等等 他們會做這種投資 然後 學校有老師也是一樣 對啊 校長在各式各樣的公開場 都會希望大家好好教書 然後教化中心 當年來參加這個 或是新進教室演習 對 他會用各種方式 就是 不僅是希望你好好教 而且會給你各種資源 這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對 所以 這件事情是挺好的 然後學校裡會做各式各樣的 宣傳也好 傳教也好 推廣也好 就是輔導也好 希望大家可以嘗試新的教法 或者是改進自己的教學 對 我覺得學校裡充滿這樣的氛圍 不管是我們院或者是學校 那這件事情是很棒的 這件事情是很棒的 那 呃 但衝擊六就是 對 不管你死活 對 你要好好教書 沒有錯 我們給你很多資源 這裡有一間好大的教法中心 然後還有各式各樣的教學資源等等 對 嗯 不過可能是生態 可能就是管院比較重視教學而已 所以我倒是不常感受到 學校積極的就是 欸大家好好做研究啊 欸 跟正一下 他們會 期望你好好做研究 就是eventually 對啊 只是沒有我給你特別多資源而已 這樣 對 所以這件事情還是 對 確實是這樣子 好啦 我想這個就是我 對 所以 嗯 總結起來就是 剛剛遇到的一些狀況 大概是過去這兩三年來感受到 那 如果一定要給大家一點建議的話 要建議什麼呢 嗯 我覺得我還是很喜歡教書 就是我喜歡教書這些事情 並沒有 因為 嗯 回來兩三年以後 就變得沒有了 某方面來講 變得更喜歡教書 因為你教 然後試試看 教試試看 然後體驗試試看 同學給你一些feedback 等等 其實感覺很好 然後 剛剛說的 學校裡充滿了重視教學的氛圍 你也不是很難找到 呃 志同道合的 會跟你討論怎麼把書教好 或是把某門課教好的老師 對啊 就是 然後 然後台大顯然比 那個教課的loading比較合理 跟台灣其他的學校比起來 對 所以你的確有那個機會 有那個心思 有那個可能性去把你的課真的弄得很好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地方 所以我非常感謝台大 或者說 嗯 要是台大沒有給先進教師信任跟自由的話 就沒有辦法做到那些事情 所以 大家進來以後也會感受到這個 他會給你信任和自由 至少前幾年 在你升等還沒有太不順利的時候 對 好的 然後你的教學能力啊 假如你跟我一樣 當年就是個菜鳥 它會隨著你的經驗累積而成長 就是你一開始可能覺得自己很會 或是覺得自己不太會 都沒有關係 你教幾次了以後 你的想法 心態和能力 都會慢慢改變 教學方法沒有好換 對 但是熟練度有 你用你喜歡的 或是你覺得你擅長的那一套 教個兩次 教個三次 你一定會變得很好 然後 你就有辦法 商號操縱 你的課要長什麼樣子 或者是你看 你要不要改變 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呼應到我剛剛講的那個東西 就是你可能需要教個幾次 才能借見了解學生的需求 我自以為我十年前念這個系 然後那些課 我全部都修過 所以我大概知道他們長什麼樣子 應該教這個 就對了吧 十年也是會改變很多人的 所以 還是試一下吧 還是試一下吧 千萬不要覺得 這個東西應該可以 就教 還是試一下吧 然後 努力準備年之後 能用十年 這個可能看領域 看課 有的課當然顯然不行 但你如果教線性代數 可能可以 但 即使是這樣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剛好又是一個很認真的老師的話 你第一年很有可能 不小心 就想要教的東西太多又太難 但學生需要的可能跟你不太一樣 更不用說你可能當年不是這個系的 那你去了一個新的系 或怎樣 很多事情很難預料 所以如果一定要給個具體的建議 第一年 千萬不要落入這個陷阱 對 然後 所以 我是在跟你說 不要太認真備課 當然不是 你不要太認真 但是你要認真 這樣子 你要認真 就是你認真備課的話 有很多很多的好處 除了 你 就你認真做一件事情 你的進步會比較快 當然嘛 所以你教學能力的累積 經驗的累積會比較快 除此之外 人 有時候都是看第一印象的 你如果前兩三年 讓人們 讓學生們覺得 你是個認真的好老師的話 以後他們就會一直覺得 你是認真的好老師 有一個學期 或是有幾個禮拜 你剛好 我不知道 失戀啦 或是幹嘛的 所以你就是突然教得很爛 他們就會覺得你失常 然後 期待你有一天 你可以重振雄風 還是怎麼樣之類的 對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 就讓人家覺得你這個 也不是說混啦 就是你可能專注在別的地方之類的 那 那這個形象就很難打破 他們就會一代一代的說 某個老師的課就是 秒啊 虛啊 沒有內容啊 怎樣怎樣怎樣 你自己也感到挺困擾的 對 所以形象 第一印象建立其實蠻重要的 不只是對學生 對系上其他老師也是一樣 這樣子也是一樣 然後 這句話是我當年在 新鮮教師演習的時候聽來的 某一位很抱歉 我已經忘記他是誰的老師 他說 認真的老師比較容易吸引到認真的學生 所以假設 就是一個很典型的scenario 你要收研究生 而這些人 有一些人是你當年教過的的話 他覺得你自學嚴謹 教書認真 那比較想要混 也不是想要混 想要把時間花在別的地方的學生 可能就不會進你的level 這樣子 對 所以你如果讓人們覺得你認真的話 那會靠到你身邊的人就是一些認真的人 這樣挺好的 這樣挺好的 所以我一點小小的建立 就是前幾年建立 講講很勢力 但是就是你建立自己的好形象 對你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不要太誇張 不要太誇張 好 然後 最後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 為什麼沒有了 沒了嗎 奇怪 好的 這東西最後兩分鐘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今年剛好管院又要被評鑑了 所以就有幾個那個外國人 就是德高望重的外國人 就來到我們戲 我們院 然後就評鑑 然後他們院呢 就其中一個session 就是找新進教師去 然後就那個給大家對談 然後其中一位德高望重的外國朋友 就是教授 他就問說 問一下你們各位新進教師 你們當年回台大不覺得很奇怪嗎 台灣薪水又低啊 學術地位又差啊 loading又重啊 什麼的 你們回台灣 我覺得他心裡的意思就是 你們這些人 你們承認你們自己就是loser吧 這樣子 我覺得他是 他的那個不懷好意的問題就是這個意思 對 但是他這樣很客氣 他就說 你們到底是為了什麼原因回台灣的呢 這樣 然後 然後 這個問題真難回答 因為不懷好意嗎 對啊 難道我們要承認我們是loser還是怎樣嗎 對啊 但總不能每個人都說沒有啊 因為我家人在台灣啊 什麼的 總之他的問題 具體的講的話 就是他問說 各位年輕的老師們 現在台大 就算在亞洲面臨許多的新進的競爭者 但是講到台大 大家還是覺得挺好的 這OK大家沒有問題 你會不會擔心台大的地位持續下滑 十年二十年之後變得遠不如今 他差不多是那個意思 這個問題對在場的大部分老師都不適用 因為台大我們知道在很多領域都非常的強 但是管理學院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我是認真的 這個有很多原因 比如說 經濟啦 政治啦 商業活動啦 你大概不會覺得台灣現在 居於亞太地區的經濟領導地位等等的吧 那所以你想像有一個人 他要來大中華地區 亞太地區念個氣管碩師 誰要來台灣 對吧 那管理學院在台灣 在台大怎麼搞啊 他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他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好啊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天怒人怨 沒關係 下一張 對啊 那我們不能 都沒有人回答他 於是我就 我就說 對 沒有錯 我們當年回台灣的時候都非常擔心 就是 台大會不會十年十五年之後 整個就抵抗了 管理學院變成 亞洲排名第三百組之類的 對我們當然是挺擔心的 所以 所以 下一張 對 就是因為擔心所以我們才想要回台大 對 對啊 就是想想覺得挺吹牛的 但是 有時候 有時候想到的時候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 對 這艘船感覺快成了 或者是有幾個漏洞正在漏水 就是因為這樣你待在這裡才可以顯出你的價值 對吧 要是 十年二十年之後這艘船竟然沒成的話 哇塞 那豈不是太強了嗎 就是有點這種感覺 對啊 那我必須承認 截至目前為止我對這艘船一點貢獻都沒有 對 不過 還有十年二十年 在我被踢出台大之前 我會持續努力 然後 嗯 很多 大家之後都會一起待在台大 呃 對不起 是全部 對 所以我們大家既然大家都要來台大了 對啊 我覺得挺好的 然後 嗯 不管是研究也好 教學也好 產學 社會服務 各式各樣的 我們不是說 台大的排名一定要衝得多高還是怎樣 就不是 對 但是我們可以在各式各樣的地方做出 對台大有貢獻 或者是對台灣有貢獻 或者是對很多地方有影響力的地方 對啊 那像比如說之前有一天 跟尹南老師通E-mail 然後 somehow 他就說他現在正在 核幾場 大家在開會討論如何讓核電廠可以 躲避或者是避免地震的侵害 我看了就跪下來 就是 人家在做這麼重要的事情 我那個時候好像在清理我的鍵盤還是什麼 對啊 總之 大家都很厲害 對 一定可以找到某個一件兩件事情 好好的做下去 對 台大 或是對台灣 或是對人類社會 宇宙等等 發揮影響力 我們大家 每個人都這麼做的話 對不起 下一頁 對 一個人可能做不了什麼事情 但是每個人都這麼幹的話 肯定可以做很大的事 我覺得 我們也不是特地想要這麼做 但是 對 這艘船可能就不會成 好 謝謝大家